好的,各位小伙伴,今天我们来看一位矿老板发过来的一张讯警的显卡 诶,什么事啊,卧槽,不是吧 搞错了,再来 好的,各位小伙伴,今天我们来看一台笔记本 华为,年轻的心是被称大的 可以正常开机,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但是据这个机组描述呢 说是这个电脑没有办法连接外付了 哎,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Wife 哦,我懂了 WiFi,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如此啊,是这样子啊 看一下,点击,哦,确实是没有 收不到任何的WiFi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 卧槽,卧槽,这点熟悉了 直接上来就点到显示适配器了 今天我们不看显示适配器啊 应该是这个才对,网络适配器 是有识别到无线网卡的 AC9560的WiFi 更新一个驱动试一下 启动呢,是有感叹号 感觉也不像是系统问题啊 因为这个系统我看也是新装的 更新了一下,启动还是报感叹号 哟 还是没有逃过这个报错事伤呀 怎么现在连网卡都开始报事伤了呀 这么随意的吗 网卡开始抢显卡的活了 还好这个网卡不是焊在板子上面的 是独立的,可拆卸的 我给它找了一颗同型号的网卡换上去 但是还是一样,依旧是驱动不上 报错 于是呢,我把它的主板给拆了下来 正面反面我都观察了一下 这个主板很小啊 它的网络接口呢,是直接连CPU的 它也没有难巧,直达CPU 所以呢,也没什么好修的了 简单看了一下 并没有看到哪些明显的问题 这个卡槽的各个信号都凉了 都正常 但是呢,我测到这个卡槽的时候 感觉有点虚焊的感觉啊 就是卡槽底座是打得到直的 但是卡槽中间呢,又没直了 于是呢,我只能尝试性的把这个底座 这个无线网卡的卡槽给加焊一下试试 焊完之后,确保每一个焊点都撑光发亮 打一下有没有虚焊的 这个也是没办法 因为这款电脑也没有图纸 卡槽出来,直接进行CPU了 只能三板斧伺候 诶,这个驱动倒是正常了 这个设备运转正常,也没有再报错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 现在已经有WiFi列表了 看一下能不能连接网络呢 OK,可以连接上 看一下能不能上网呢 打开它的浏览器看一下 诶,好了诶,可以联网了 哎呀,我还准备给它刷BIOS呢 没想到居然是卡槽虚焊了 或许呢,也再多测了两天 网络呢,始终保持稳定 也没有出现在断网的情况 看来真的是虚焊了 这个故障可真少见了 是什么说明的 有什么看来的